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新闻一开始 让我们来关心玉璃正代会的消息 1931线乐得段 目前正是阿伯乐以及凤凰花开的季节 阿伯乐金黄色的花串和火红的凤凰花 搭配在一起行程的盗浪 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民众 前来朝圣打卡甚至拍美照上传到社群网站 免费的为玉璃正来打响广告 不过正代表秀吉萨夫洛 也在12号的咨询当中表示 看不到正公所相关的推广行为 希望正公所能够加以考量 借此机会来行销玉璃正 阿伯乐金黄色的花串 以及火红的凤凰花搭配一旁的农田刀浪 大批游客冲着这浑然天成的风景前来朝圣 打卡拍美照上传社群网站分享 正代表秀吉萨夫洛表示 这些人都在免费为玉璃正打广告 却不见正公所观光行销推广 直询表达遗憾 除了强烈直询建议正公所能够加强193县勒的公路廊道观光 另外对圆明会补助将近900多万元 进行部落聚会所修缮工程 瑕疵问题一大堆 秀吉萨夫洛气氛直询 正公所工程品质监督不周 就多一个白色的浪板组间下大鱼 会飘移进来 有看到那个浪板前面的浪板 那一股这样有500多万 许吉萨都不换 他的主架构统统没有换 刚出这些工程 在设计和监督上 其实我们是有出漏的 那所以 怎么发肥呢 每一次都要承认错误以后 对 陈如代表所讲的 那政长在上任之后 他有很积极地 针对这一个区块 来做一个弥补 此外包括了 肯定政长公文均 以最快速度 让预理政公所人士到位 也建议以设计评选方式 建置圆环新地标 以及咨询要求提高 预理政稻股收购价格等问题 在60分钟的咨询时间内 秀吉萨夫洛问好问慢 记者石玉兰 预理政采访报道 对不起 好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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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